行人地狱画面再现 台北市一名妈妈 在日前带着两个女童 穿越芝山捷运站旁边 一处没有行人耗着灯的斑马线 而当时其中一名小女童 突然往前冲 当场被骑士撞上 转了一圈 重摔在斑马线上 妈妈真的是吓坏了 急忙把小孩抱在怀里 看起来惊魂未定 而这名骑士 依法没有礼让行人 最高可以开罚6000元 但要是让人受伤了 可以加重处罚到36000元 一名妈妈带着两名女童 过斑马线 突然小女童松开 妈妈的手往前冲 结果遭一台机车直接撞上 女童转了一圈 重摔在斑马线上 妈妈吓坏了赶紧抱在怀里 姐姐也傻住 赶紧退回人行道 一动也不敢动 没有听到妈妈叫一声 那个机车的人 有行车去关心她们 就听到机车就是煞车 后来妈妈又把她扶起来 生死瞬间 发生在台北市浮华路之山 捷运站旁 29号下午4点半左右 不少民众目击这一幕 而这一状女童 应该伤得不轻 实际回到这处路口 其实车流量相当的大 不过这处斑马线 没有设置行人号制灯 因此之前就曾酿起 不少的交通事故 观察这处路口 七机车速度真的都不慢 但连闪黄灯号制都没事 让附近民众先驾驾 不管是红玉灯号制 或是闪黄 依照车流量的流量 或者是造势的情绪来做 评估的准求 达到标准之后 我们就会去生 行人地狱在线 其实没理让行人是事实 经检举最高可罚6000元 但若让人受伤 可加重处罚到36000元 只是这一幕对母女三人 恐怕留下不少心理阴影 这里你召写马盛杰台北报导